哈喽,大家好,我是每天和哥哥一起吃回地的特长团 今天我们吃罐头 这个是秋刀鱼罐头 还是用剪刀吧 这个我每次去厌宇吃那个秋刀鱼 都是苦的都不好吃 不管是烤的还是什么,不知道这个罐头的味道会怎么样 这样还是蛮厚实,蛮高的一个罐头 也是那个维卡洛秋刀鱼罐头 这个依旧是一拉罐那种盖子 这个开起来要特别小心 这汁已经飙出来了 因为这个很容易刮到手 这个罐头被我开成这样 这个旁边很锋利,大家不要碰,就很容易划到手 来看一下,这里面是这样子的 哦,这是整块的耶 看一下,这么大一块 这么大一块秋刀鱼 这还是蛮实质的,塞满了 我真不知道这个秋刀鱼味道会怎么样 不知道是不是苦的 嗯,还好不腥 因为那个秋刀鱼的营养价值好像挺好的 它那个,蛋白质是所有鱼中好像排行第一的 然后,博生素A也比那个牛肉糕好多倍 怪不得这个味道都是怪怪的 因为好吃的东西吧 好像味道都怪怪的,都不好吃 不是好吃 有营养的东西,味道都怪怪的 它很嫩 就是你,感觉都感觉不到骨头了 好,实际啊 一挂,都是塞的满满的 里面汤汁有点多 不过还不错 这个,里面那个水 还是相对比较清淡的 没有太多味道 嗯,狗狗也吃这个鱼 肯定还不错 狗狗都能吃 味道,比较清淡 它里面不含天价防护鸡啊什么 所以还不错 今天就吃吃到这里 你怎么又来了 不吃了,我们下次再吃 好,今天的 我吃了啊,拿这个了 嗯,今天我们就是吃到这里了 嗯,你们有更好吃的吃刀鱼的关筒吗 记得推荐我哦 那今天就到这里 拜拜,再见,拜拜